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麦小猫 你疯了吧你 你少管我啊你 我能不管你吗 你都和他那个那个 我哪个哪个哪个了我 你烦死我了 不行 对不起啊 我刚才手抄筋了我 然后 没大疼你吧 这姿势 幸亏我要好 好疼 这是什么呀 送你的礼物 礼物啊 那个上次那幅画 冲冲 何事 刺客的居所都搜了 什么都没有 继续调 还有何事 星海县县主突然来访 他怎么来了 好 城主 西海县县主前来觐见 西海县县县主称木僧 拜见城主 听闻 城主腿上痊愈 他弟带来留 西海县的特残 前年灵子 小苹果 这哪儿的口味啊 这位是 去吧 西海县县主女儿陈夭夭 拜见城主 这位是 车主 这位是 这位是本城主的厕夫人 也是御膳房的御厨 蒙警儿 原来是 蒙玉厨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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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知道 蒙玉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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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瑶瑶妹妹 听说瑶瑶妹妹 是西海县带来和亲的 嗯 那你自己是什么想法 我 我 我没什么想法 爹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瑶瑶妹妹 我告诉你啊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得抓住男人的胃 尤其是呀 我们城主 极爱厨一家的女孩子 嗯 日后你若嫁过来 可千万要当心的 侧夫人蒙锦儿 她 她真人坏得很 知道你是为城主而来 一定会故意排挤你 我知道了 玉儿姐姐 谢谢你 嗯 好 你继续 嗯 今日为何没有什么花样啊 城主 民女听闻 城主钟爱美食 所以做了这些菜来 嗯 退下吧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得抓住男人的胃 民女 伺候城主用膳吧 哇 嗯 生气了 没生气 哦 这个菜也就一般般吧 那个 西海县本是西海城 是后来并给丹四城的 作为丹四城的边陲之地 需要安抚 嗯 看见了 安抚呗 那我明日便让他们回去 你可别 我 这 整得我跟个坏女人似的 我自己去跟她说 我 三月里花雪洒在石板街 你等我的眉间 深刻我眷恋 晴天去云苏说离别 我却怀念那是与你初见 想进去多少 再热闹只去一票 甘愿 甘愿抚下我明知道的毒药 哪怕最坚毫 再飘渺 不去热 不去热闹 与你未有你的家 我不去热闹 最跟她的街上 最好的部分 哪怕岁月不停更迭 对你的誓言也不会改变 OK 感谢观看